難得的盛事啊,所以來看看 從哪邊來? 汽紙 汽紙來這邊逛街 吃飯,剛好看到 有沒有聽過基隆的中元氣 有聽過 這樣看有沒有覺得什麼感覺 就很熱鬧 就很熱鬧這樣 今天天氣齁,超級熱 那大家早上在 我公司 這個捷燈 把刀釘放在車內,然後整個佈置 佈置了一個早上 那我們很高興 這個等一下兩點 我們就要開始捷刀釘 那我們郭信祖埔 就走在第一線 迎著各姓氏 一起來 迎斗燈到青安宮 農曆7月13的下午 就是基隆中元季的 迎斗燈儀式 郵輪植竹鋪的國姓 宗清會帶頭 在燕陽下繞盡 加上北館樂曲陣頭表演 讓整個基隆街頭 充滿著中元季的氛圍 而這些宗清會的宗長們 也都努力參與活動 讓民眾跟貴賓們都很感動 第一次體驗這樣的活動 非常開心 昨天就已經開燈夜彩 那今天迎斗燈 我覺得基隆最棒的文化傳承 在我們這裡可以體現出來 是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這個迎斗燈對我們基隆的 科醫文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我們現在 中元季流行 過去在拚陣頭的狀況下 我們現在是用這個大家每一個 個性中清會的這個 斗燈來拚陣頭 已經過去打破頭的狀態 我想這是基隆長期追求和平的一個文化傳統 這麼多年來 幾十年來 幾百年來 都是一樣 我們一代一代在傳承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可以加入 很開心喔 因為其實過去三年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整個中元季的活動都縮水 然後精簡 那今年解禁之後呢 我想大家都非常期待 睽違已久的中元季的這個 一個所有的科醫 而參與銀斗燈繞境的各宗親會 都派出宗長與幹部來參與 展現宗親會的團結與氣勢 其中黃姓宗親會的斗燈為三座 相當吸睛 銀斗燈是在基隆中元季的那個 7月13號的時候 要做銀斗燈 那斗燈是因為每一個宗親會裡面啊 他們一個最主要的宗教祭拜的一個禁物 然後昨天裡面有七個寶物 就是防止那種惡靈啊 惡魔進來的那種惡煞的那種寶物 有那個蹭啊劍啊 最裡面還有一斗那個米 然後它這個結構的話 很像我們竹捕團單一的竹捕團那樣的塔身 但是裡面也有黃姓宗親會的話 跟竹捕團一樣是三個的 然後這個外觀的話 黃姓宗親會的話 是整個站起來像黃姓一樣 其他的大概就是紅檀木座了 很漂亮 那因為要落盡的時候 就告訴說所有的市民就是說 中元季要放水燈前一天的話 就要做銀斗燈的動作 啊斗燈會放在那個基隆 基隆媽祖廟裡面 信南宮裡面 按坐 然後保平安 然後隔天的話就順利了 那個做那個放水燈 因為等一下遊行的時候 除了那個斗燈車的話 還有後面的花車 這些各自姓宗親會的 引斗燈隊伍會繞行基隆 每年透過這些祭典科儀 來維持各宗親會之間的感情聯繫 與珍貴的文化傳承 而這也代表著 農曆十四放水燈 農曆十五的普渡即將到來 請各方好兄弟 來接受陽間的普渡與供養 這也展現基隆人 對好兄弟 北天敏人的博愛精神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李亮姐 基隆報導 一分補? 這麼高 還有一分補?